所以要相信的是 其实原住民有能力 建立自己的一套的 维护原住民健康发展的做法 而不是完全仰赖的一种 来自于等待一种 所谓的政府要照顾 解决原住民的问题 谈起原住民族健康议题 乔米岁基金会董事长 媳妇中文官认为 根本知道要去打破 权力不对等的问题 以及让族人扎实地参与在 医疗资源整合与利用的 决策过程中 才可能根本解决 当中央有自己的 本身的这个目标值 甚至是降低平均余命的这件事 那个部分只是中央的目标 但它事实上跟地方 其实是甚至是在原乡里面 甚至是都会区的原民 它是无法玄接在一起的 尤其医线医疗人员不断反映 中央政策难以落实到原乡 其实光从各界研究资料中 就可以看出 原住民族健康议题中的 特殊性与文化照顾需求 向来都被漠视 而任职于屏东牡丹乡 卫生所主任郑泰春 更进一步指出 关键在于 国家缺乏整套战略性的政策规划 最近也为针对原住民族健康需求 筹设专责单位 原住民的健康问题跟全国的问题一定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卫生所的业务完全被限定住了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由上而下的这些 基本的一般性的业务 我们很想要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政策的奥远资源 我们一起把这个问题一起来解决 原建法它可以立案的话 然后也有我们原住民的人在里面可以发生 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 因为其实原住民部落里面还牵扯到 不管是在经营的部分困难 还有生态 还有特殊的传统文化 是很多我们的政府单位是完全不知道的 如今原住民族社会高度呼吁 因紧速推动原住民族健康法立法完成 而在原建法草案拟定迈向十年之际 终于将在禁止送进立院排审 对此小米税基金会在10月31号举行线上座谈 渴望集结各方力量 期盼有朝一日 透过法治化 根治向来被当成隐形议题的原住民族健康问题 原市新闻就是麦一国落台北市采访报道